這次沒有差距離,你跟他講什麼 你真的有過關的網路 兇嫌低頭下跪在地 對著父親懺悔 這不對,我告訴你他有夠貴 我說你夠貴是不好的 貴到四、三十、三十年、二十年 我不知道 緊接著警方還在他家中 薄薄內收到一把槍盒兩個彈匣 還有子彈高達19顆 那裡面有三桶嗎 有葉,有葉桶嗎 裡面還有幾個桶 五十歲,蔡幸兇嫌12月24號 因為不滿被害男子 經常到家門外,漫漫家人 極遠已久 奉兒持槍行刑事連開五槍 槍槍致命,重擔男子緊急送醫後 不幸喪命 蔡幸兇嫌開始他的逃亡之路 24號在殺戮開槍後 逃往台中太平 在南下台南後回台中 接著搭火車跑到台東 展開台中台東往返旅程 花費兩天半 最後再從台東回到台中大渡 總共逃亡十天 因為最後鬆魚受不了警方追查 才自首1月3號落網 到最後這些朋友 因為本來被警方有鎖定 並且到他藏地處所去追查 圍捕 所以都不敢接應了 到昨天和前天 他都是躲在大渡山的一個 廢棄的廟宇 警方表示蔡幸兇嫌聲稱 為了殺時間才選擇火車逃亡 但最後知道自己逃不掉 才拿起電話自首 希望自己能有跟家人道別的時間 回到家門外徘徊 自覺拖累了他們 下跪道歉後 最終落網 記者許維文 謝雲珍 SNG小組 台中報導 下跪道